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总是在一个个巅峰 毅然做出新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又是一次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李开复先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世界 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最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您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我已经离开了谷歌 现在正在筹划一个自己的公司 创新工厂 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 说简单些 就是先挑选出人才 然后和他们一起选好项目 帮助他们把项目做出来 接着投资他们 并找外面的投资 再进一步地注资给他们 这项工作对您来说 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它的乐趣在于 它串联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旋律 中国 青年 还有创新 创业 这是一个崭新的工作 从头做起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您这份工作是为了圆您自己的梦想 还是说是为了圆其他人的梦想 我想除了是我自己的梦想以外 我觉得也是这些青年的梦想 因为今天中国的青年非常渴望创业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我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 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 您常常告诉大学生们一句话 世界因我而不同 但是中国人也有这么一句俗话 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但是这和您所说的 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容 您怎么看您这样一种信念 我觉得确实世界会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不是让世界继续地转 而是让世界更美好 是让世界上有更多更美好的产品 让人的生活过得更快乐 让人能够节省能源 让人能够有更多的和平 更少的战争 这些让世界更美好 那么这美好的世界和不美好的世界都在转 但转不是目的 它只是一个行动 是一个我们不可改变的行动 所以我更希望把我们有限的时间 不是去观察一个行动 而是去创造一个差别 他曾经是美国知名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他曾经是苹果公司副总裁 他曾经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 他曾经任谷歌全球副总裁 兼大中华地区总裁 他总是在一个个巅峰 毅然做出新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又是一次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李开复先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世界 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最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您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我已经离开了谷歌 现在正在筹划一个自己的公司 创新工厂 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 说简单些 就是先挑选出人才 然后和他们一起选好项目 帮助他们把项目做出来 接着投资他们 并找外面的投资 再进一步地注资给他们 这项工作对您来说 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它的乐趣在于它串联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旋律 中国、青年、还有创新、创业 这是一个崭新的工作 从头做起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您这份工作是为了圆您自己的梦想 还是说是为了圆其他人的梦想 我想除了是我自己的梦想以外 我觉得也是这些青年的梦想 因为今天中国的青年非常渴望创业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我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 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 您常常告诉大学生们一句话 世界因我而不同 但是中国人也有这么一句俗话 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但是这和您所说的 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容 您怎么看您这样一种信念 我觉得确实世界会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不是让世界继续地转 而是让世界更美好 是让世界上有更多更美好的产品 让人的生活过得更快乐 让人能够节省能源 让人能够有更多的和平 更少的战争 这些让世界更美好 那么这美好的世界和不美好的世界都在转 但转不是目的 它只是一个行动 是一个我们不可改变的行动 所以我更希望把我们有限的时间 不是去观察一个行动 而是去创造一个差别 他曾经是美国知名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 他曾经是苹果公司副总裁 他曾经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 他曾经任谷歌全球副总裁 兼大中华地区总裁 他总是在一个个巅峰 毅然做出新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又是一次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李开复先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世界 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最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您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我已经离开了谷歌 现在正在筹划一个自己的公司 创新工厂 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创业平台 说简单些 就是先挑选出人才 然后和他们一起选好项目 帮助他们把项目做出来 接着投资他们 并找外面的投资 再进一步地注资给他们 这项工作 这项工作对您来说它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它的乐趣在于它串联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旋律 中国、青年、还有创新、创业 这是一个崭新的工作 从头做起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您这份工作是为了圆您自己的梦想 还是说是为了圆其他人的梦想 我想除了是我自己的梦想以外 我觉得也是这些青年的梦想 因为今天中国的青年非常渴望创业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把这个事情做好 而我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 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 您常常告诉大学生们一句话 世界因我而不同 但是中国人也有这么一句俗话 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但是这和您所说的 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容 您怎么看您这样一种信念 我觉得确实世界会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目的 人生的目的不是让世界继续地转 而是让世界更美好 是让世界上有更多更美好的产品 让人的生活过得更快乐 让人能够节省能源 让人能够有更多的和平 更少的战争 这些让世界更美好 那么这美好的世界和不美好的世界都在转 但转不是目的 它只是一个行动 是一个我们不可改变的行动 所以我更希望把我们有限的时间 不是去观察一个行动 而是去创造一个差别 难得最近做了什么决定 难得目前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难得认为现在做的工作有什么特点 难得认为自己可以为青年提供什么 难得常告诉大学生哪句话 感谢观看